那接下来还有 有可能会上标志 一样在那个因素的环境之下 我们用那个Ctrl Shift的跟加 它就变上标志了 那个小美是不是就变很小 那请问下标呢 不是 再按一次就回来了 因为那个上标下标 它只有二选一 它不像那个字形放大 12变到14 14变到16 16变到18 它有很多种选项 上标下标就只有两种 所以Ctrl Shift加 它就又回复回来了 我这边是要特别告诉你们 就是说 就是它里面如果只有二选一的 两种选择一种的选项的时候 那原本怎么做 后面就是怎么做 可是如果它的选项有很多种 这时候我们就可能大于配小于 好 那这个是上标下标的快速键 正确的使用方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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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正确的使用方式 如果能够成立